朱元璋容马半生,终于成功地从众多强豪中脱颖而出,成了中原的霸主朱元璋非常看重,与他患难与共的嫡妻马皇后,所以也很看重嫡子朱镖朱元璋聘请了当时的大儒教导朱镖,培养朱镖做自己的继承人朱镖也不负盛望,成为了一个贤明、宽厚仁慈的太子 然而,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也非常有野心,想成为那高高在上的天子朱元璋自然能看出四儿子的野心,所以他多此出言警告,打消了朱棣的非分之下,而且朱镖是嫡子,按照张又有序的规则,也是朱镖当太子再加上,朱镖非常得人心,也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手天下,又不是打天下,更需要这样一个仁慈贤明的君主可视。 谁也没想到,这中间居然出现了一个辩护太子朱镖居然英年早逝了,朱元璋的四子秦王朱赏,三子晋王朱锋,也先后去世了这样一来,朱棣就是朱元璋众多儿子之首了,朱棣已经渐渐冷却的野心,又活跃了起来,他觉得再怎么说也该传为给我了吧,你说我比不上朱镖,我勉勉强想的认可了,但现在谁还能比我更合适, 不过,还真有朱元璋觉得太子去世了,但是太子的儿子朱允文却长大了于是,朱元璋就立朱允文当了皇太子朱棣心中,应该是很不平的,但他也不敢有什么大动作。 朱元璋在为早期杀功臣的形象,早已深入人心,朱棣要是一不小心惹怒朱元璋,真有可能被老爹杀了朱棣心里不平衡,也越发瞧不起朱允文。 有一天,他摸着朱允文的脑袋说,真没想到,你小子,也有今天,不巧,这一幕刚好被朱元璋看见,朱元璋怒不可接,骂道,你这是想要造反吗? 来人拉出去重重的打,朱允文比较宽厚,他为朱棣求行道,皇叔这也是爱护我,才与我开玩笑的朱元璋放过了朱棣,但却不只是因为朱允文的求情,而是他考量到朱棣事大,不能加剧他们书之间的摩擦朱元璋去世后,朱允文登基,是位建文帝,建文帝想要消翻,朱棣趁机以清军策的名义,发动了静难之意,夺得了皇位朱棣, 朱棣整理之字的书籍时,发现了一道圣旨,四书虽返,然孔非所愿三军将士,不得以冷剑伤我叔父朱棣看后,当场痛哭流涕,心中后悔不已,大喊,我对不起侄子,朱棣当皇帝之后,该年号永乐他在位期间,将大明治理的繁荣昌盛,背后是称为永乐盛世,也算没白从侄子手中想过皇位。